我们先来看的是这张照片 伊拉克南部一处激进干涸的沼泽 而这名男子正在寻找余虾 全球水资源严重不足出现的状况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世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生活在高度缺水的国家 也就是现在全球有22亿多人呢 面临缺水的问题 其实早在1970年代呢 联合国就已经市井 石油危机之后下一个危机就是水 而水资源的供给有限 需求却不断的增加 因此水在21世纪又被称为蓝金 比石油还更珍贵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先前就说过 过去很多年美国很多人为了石油而战 但在不久的将来会为水而战 他无意间揭露了 美国打着捍卫人权保护民主自由的 旗号发动战争 其实是在掠夺别国的石油资源 同时贺锦丽也有预告 美国盯上了水资源 各国可能会为水而大动干戈 水资源短缺也牵动地缘政治 美国和大陆两个大国博弈的战场 其实已经从贸易科技延伸到东南亚的 魅宫河流域 魅宫河在大陆境内称为 滥藏江 发源自青藏高原 往南流经五个东协成员国 多达6000万名的渔民还有农民 都是仰赖魅宫河为生 而大陆在魅宫河的上游 也新建了几座大坝 控制河流流量 一直备受国际间的争议 一直到了2019年开始 魅宫河区域出现了史上罕见大旱 出现了画面就像这张图片一样 美国水资源的监测机构地球之野 去年4月还发表了一篇报告 指控大陆控制了上游的水量 而导致下游国家旱向严重 部分的河流是完全的干涸 捕鱼记竟然经见河床军裂 北京方面当然是断然否认指控 但是美国去年9月的时候呢 又顺势推出了 魅宫河美国伙伴关系计划 决定提供至少1.53亿美元 给魅宫河国家进行区域合作 当时这个举动被当作是和大陆竞争 魅宫河流域的主导权 在去年底启动 美国国务院呢 又资助了魅宫河大坝监控计划 利用卫星数据来追踪 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国家的水坝水位 美中强权在东南亚的角力暗潮汹涌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亚洲最可能爆发水炸弹的地区 其实是南亚 而可能东北的国家则是印度 因为说印度13亿的人口当中 有6亿人是面临缺水危机 而水资源的危机 其实每一年在印度就夺走了 大约20万人的性命 南亚7个国家当中 印度竟然因为水的问题 曾经和3个国家 就是巴基斯坦 孟加拉以及尼加尼泊尔都起过纷争 而最近大陆确定要在亚鲁藏布加兰 亚鲁藏布江来兴建这个水电厂 其实就已经引发了印度 还有孟加拉的关切 那因为亚鲁藏布江呢 从西藏流进印度之后呢 被称为布拉玛普特拉河 再进入孟加拉 因此呢印度国内呢就担心说 大陆会将这个跨境河流给武器化 掐住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咽喉 那大陆的剑霸活动呢 也恐怕会引发大陆中印之间的 新一轮的冲突 现在全球缺水的危机之下呢 其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他曾经就赞赏过新加坡 他说没有一个国家 比新加坡更擅长于管理水资源 因为呢今年2月的时候 然后新加坡第4座海水淀化厂 正式开幕了 新加坡自主开发水源呢 当时被誉为是 卖入了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因为新加坡呢 地缘小人又多 因此他的人均水资源的排名 是全球倒数第二 那过去新加坡主要的 就是依赖马来西亚来供水 可是呢供水协议 不时就是成为整个政治谈判的筹码 因此新加坡很早就有优患意识 他们想不要因为水家而受制于人 因此决定在这个合约到期的时候 2061年之前 新加坡可以全面实现供水自主 现在新加坡已经把水当作是一个战略的资源 主要的水源就是来自四大水龙头 包含跟邻国购水 还有收集雨水以及淡化海水 甚至是再造新生水 就是回收用水 而新生水的技术呢 新加坡从1970年研究 一直到2002年就研发成功了 简单提一下新生水 就是把家庭的废水 经过净化消毒处理之后 变成高程度的再造水 除了可以用在灌溉 冲马桶 灭火 这些非饮用用途之外 它还可以注入水塘来续存 过滤之后再供给人民来饮用 而新加坡现在已经有五座新生水厂 可以满足国内四成的人口需求 和淡化海水相比 其实新生水更具有能源 以及成本的效应 那除了新生水之外 新加坡也致力发展海水淡化 除了有四座海水淡水海水厂之外呢 他们现在还计划在进行在竣工 目标就是在2060年的时候 淡水海水可以占当地用水量 可以提升到三成左右 看了水资源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火箭太空 大陆长征五号呢 碧瑶二火箭的残骸 昨天坠落在印度洋海域 让全球虚惊一场 可是对照大陆提供的位置 残骸坠落地点是在马尔地夫西南方的近海 距离最近有人居住的岛屿 只有大约42公里 还是具备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呢就很多人目击火箭残骸 飞过天际的一个景象 但大陆宣称呢 绝大部分的器件 是载入大气层过程当中给烧毁了 美国太空总署NASA 随后也有发表声明批评大陆 放任火箭不受控制 坠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是大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心靖 他反而批评西方世界 对于大陆的太空事业 羡慕呢又嫉妒 还说接下来还要密集发射火箭 但美国呢 也会以舆论战的方式来阻挠大陆 而大陆绝对不能受他们干扰 让美国来得逞呼吁 美国大陆应该要加大力度 来对外说明 平衡美国制造的舆论抹黑 还放话要围绕空间站建设了一个发射 一次也不能耽搁 其他发射呢 也必须要按照既定节奏来进行 您想知道最大位的国际实施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是中天新开张的国际频道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首页 找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点击进入之后 立刻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不要忘记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频道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